相差这两位 所以对于苍州来说 今天这场比赛还是 对于三分非常的渴望 在远端苏元杰前叉 这球又拿到了 苍州球直接打向了球门啊 这个球的弧线 滑得很诡异 但是之前的几个角球呢 金门湖打的效果一般 这球突然往门前传 球进了 这说什么来什么呢 比赛进行倒退21分钟 天津金门湖利用角球之后的 二次进攻攻破了苍州熊师队的球门 在球门区内谈地 直接蹦进了球门 再看啊 这球的弧线带着非常强烈的旋转 越过了前点的球员 然后呢在球门区的中间位置 谈地 少不亮灯 想要再反应的时候已经根本来不及了 大范围的长传转移 投球给到门前 这球有了 调整大门 这个调整 奥斯卡这边还有机会再输 奥斯卡这球直奔广告牌而去 林创一 苍州熊师队这是一个不错的进攻机会 传球给进去 投球攻防 打在了球门力柱上 反弹到了苍州熊师队进攻球员的面前 通过半径头 我们再来看一下金门虎的防守 这一瞬间中路送越对奥斯卡的这个盯防 奥斯卡顶的位置稍稍的有点正 正好是打在了球门力柱上 然后弹回来 主裁判这边是 进行了一番沟通之后 认为这个球越位 金门虎打破了僵局之后呢 整个防线开始有针对性的回收 这一下很危险 现在呢 罗萨在向对方的六号杨云去讲 这个对手有一个亮鞋钉向前的这种灯榻的动作 直红 再来看林创一这一下 这个直红 这是肯定的 向前的一个直传球 罗萨提前观察队友的位置 倒三角回传 直接起脚打门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54分钟 天津金门虎 这是打出了一次非常漂亮的左路配合呀 24号 瓢桃宇 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罗萨前插 然后瓢桃宇 往回撤 罗萨其实前插的时候就已经观察到了队友在自己身后的位置 三个人之间的船跑配合就一下子拉开了这一侧苍州熊师队的防守 瓢桃宇最后打门的这一下也是很精巧 进脚 赵英杰 红相的转移过来 石岩 倒三角回传 再打 黄向往远端给 这球稍稍的船的有点靠外 石岩调整过来 身后 瓢桃宇上来了 贝里切 洗脚打门 少普亮下半时比赛的这个状态真的是在线啊 当然我们也要看清现在存在的一些客观的事实 而以前看金门虎的这一次进攻 罗萨给到远端这边有机会 石岩打门 球进了 完美的句号 石岩 为这一次天津金门虎漂亮的进攻 一锤定音 金门虎在这场比赛当中打进的第三例进球 上一次球队单场比赛打进三球 还是6月29号对着深圳队的比赛 这场比赛如果再能够做到零封的话 将会是金门虎在第一阶段赢对手分差最大的一场球 先看一下苍州雄狮的这个进攻 正向的一角打门 徐家敏这个球稳稳的拿在手中 主裁判同时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这样的话呢 在中超联赛第十轮的这场比赛当中 天津金门虎最后是3比0的比分 完胜苍州雄狮